第七部分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我们书中总结了几个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首先一个 鼓励技术进步 苏洛模型 也就是我们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认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 但是它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申的 尽管技术进步决定性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但是许多公共政策仍然被设计出来 去鼓励技术进步 比如说专利制度 它是给发明者以垄断地位 如果认定一项产品是原创的 政府就授予专利 专利发明者在专利给予发明者 在规定时间内排他性地生产该产品的权利 从而允许发明者从其发明的产品中的获得利润 获得利润 提高什么 提高个人和企业从事研究的机器性 比如说大家都看过我不是药神 对吧 我不是药神里边那种救命药 癌症药价格很贵 对吧 但是这个价格贵背后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药企 我们能够从这里边看出 它其实是药企大量的研发投入 得到了一个什么 得到了一个药品价格吧 高价格是什么 高价格是为了弥补早前的一个研发投入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给这种企业专利制度 他们可能什么 他们去研发的收入 研发成本就得不到收回 也更别提得到利润 那么他们就不会什么 不会去选择去研发这种药 我们把这种研发 这种机制扩展到各行各业 它就会阻碍整个经济体中研发的热情吧 你们想一想 你们想做的一个东西 刚发到网上 或者刚在哪边想挣点钱 结果一下子被别人抄走了 那你大家弃不弃 对吧 这个就是专利制度 它的目的 其次是教育 通过对小学中学大学的知识 培养高素质研究与开发团队 进行改善技术进步的研究 这个教育也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鼓励资本的形成 从直观角度来看 由于资本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 因此一个社会可以改变它所拥有的资本量 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资本存量的增长 是储蓄和投资推动的 因此鼓励资本形成 便主要归结为鼓励储蓄和投资 这是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方法 在长期内 这也是提高一国公民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 第三个是增加劳动供给 增长核赚方程表明 增加劳动供给会引起经济增长 这个增长核赚方程 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补充 首先所得税的提高 减少了工人工作 所得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 以此相反 所得税的减免是加强鼓励 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的途径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 供给学派的一个观点吧 是我们供给学派的观点 与劳动相关的一个概念 是人力资本 劳动通过教育 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与物质资本一样 人力资本也提高了一国生产产品的劳务和能力 大家要注意这个人力资本其实是什么 其实也是我们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 我们前面讲的知识看作一种资本 也就是知识资本 它是我们罗默提出来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理论来源 而另外一个人呢 他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的概念 这个人力资本呢 也能解释我们经济中 我们编辑报酬不变的这样一个结论 它是由卢卡斯提出来的 要注意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叙述知识资本 人力资本呢 我们就不叙述 那么在这里的就是 人力资本呢 我们就在这里讲一下 是什么呀 人力资本它能够提高 一国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能力 那么你提高这个劳动力的使用量 或者说你提高资本的存量 它也是什么 通过劳动能力的提高 可能导致什么 导致抵消掉这样一个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一个影响 那政府政策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 就是提高良好的教育培训体系 鼓励人们利用这样的体系 去什么 去进行教育 比如说中国 我们之前有大量的扫盲吧 大量的扫盲 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十字人群 然后为我们整个社会 在加入WTO之后 产生了大量的劳动 手练工 手练技术工人 带来的非常大的基础吧 带来的非常大的基础 好 第四个呢 就是建立适当的制度 西方学者把生活水平的国际差异呢 归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差异 部分呢 归于使用这些投入的一个生产效率 各国生产效率的水平不同的一个原因 是指指指导稀缺资源配置的制度不同 因此 应当建立起适当的制度 对于生经济增长的是非常重要的 制度是支配个人和企业行为的一套 规则 体制和惯例 影响经济增长最基础的 最根本的制度就是产权 借对财产的保护 以免被他人占用 经济当时人要求产权 这样才有激励的投资吧 中国现在对于 对于这个开放程度越高 就必然要求 它的产权 要更加重视 对于产权问题要更加重视 因为中国的产权问题 之前是一直备受西方国家诟病的吧 所以说 大家现在能够发现 经常你们在网上 想找那些免费的电影资源 就很难找到 现在很多的是什么 你去爱奇艺 你去优酷 要去买会员去看这些电影 这变现的就是一种 产权的一种保护 相应的 我们去看最新的番剧 对吧 最新的 我们看一拳超人 还是看这个 我的英雄学院 都是什么 都是你需要在B站 或者在优酷去买会员 才能看到的吧 不像以前说 我在网上随便搜 百度一搜就能搜到很多 这些网站 我都能下到这些资源 现在没有那么好下了 这都是体现的 对于产权的保护吧 此外呢 维护产权的基本方法 就是法治 我们要将这种 对于产权的保护 用立法的方式 强制的执行 只有进行法治 即只有立法保护 才能什么 让人敬畏 让人什么 不敢去侵犯别人的产权 彼此签订的合同的企业 依靠法院 来强制执行这些合同 这个呢 就是制度 我们以产权制度为例 它讨论 它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资本积累的一个影响 好 讲完了我们鼓励 讲完了我们促进 经济增长的政策 这些增长政策 都是从什么 K的增长 角度来提出的吧 要不是鼓励K增 要不鼓励通过 鼓励投资 引起K增长 要不是通过什么 通过一些 这个人力资本的积累啊 还是通过一些什么 生产效率的提高啊 来尽可能的什么 让我的K的编辑 编辑报酬递减 这个减弱 或者保证编辑报酬不变 这是他们背后 这些政策所想的逻辑 最后呢 书中给我们介绍了 叫增长核算这个东西 增长核算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吧 它是我们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里面的 另外一个部分 或者另外一套方法 增长核算 它的核心就是 增长核算方程 它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 它将观测到的 总产数的增长 分为几个部分 而各个部分 分别与要素投入的变化 和生产技术的变化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去相关的 我们将生产函数 写成包括技术进一步 包括技术变动的形式 我们这里呢 用这样一个形式来表示 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元素 其中YNK 顺此为 总产出投入劳动量 和投入资本量 A呢代表 经济的技术进步状况 参数A 介于零和一之间 那么我们经济的增长核算方程 就可以写为 这样一个形式吧 首先是什么 对它取对数 然后再求权为分 就能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这样中 我们将它缩减为什么 G大Y等于GA 加A乘于GK 加上1-A乘于GN 其中 GY为总产出增长率 GA呢为技术增长率 我们将它称之为 全要素生产率 GK为资本增长率 GN为劳动增长率 增长来源 来自于三个源泉 资本量的变动 劳动量的变动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吧 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们前面增长直接原因 我们对于增长的 直接原因的一个 这个叫报酬的量化吧 或者说 增长直接原因 报酬的一个量化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 来自于这三个 技术进步 资本和劳动 三个的投入 对吧 它是我们的直接原因 那这三个直接原因 对我们整个增长 它的贡献 或者说贡献 对 贡献的量化 它是多少呢 就通过我们增长 核酸方向来得到 它们的贡献 就来自于什么 K贡献 资本增长率 资本增长1% 那么就会带来什么 带来总产数增长A 劳动增长1%呢 就带来总产数增长 1-A 而这个A和1-A 就是生产树中 它们自身的叙数 那么A呢 注意的是 大A为当前技术水平 的衡量指标 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它是现在产出的增加 不仅由资本和劳动增加 还有什么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来得到 全要素生产率 注意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观测到它 但是我们可以 间接地衡量它 我们只要什么 只要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大Y 除以Y A分之得到A 等于Y分之得到Y 减去 这里是A 和A 或者说这里面是什么 就用N表示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这个全要素生产率 或者技术进步率 的一个贡献 A分之得到A 是不能用投入变动 衡量的产出的变动吧 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是作为一个余量 计算出来的 作为我们考虑的 可以直接衡量的 增长决定因素 和剩余的产出增长量 因而呢 我们将A分之得到A 又称为所落余量 也就是说 这个A分之得到A 它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做 全要素生产率 一个叫做所落余量 两个都是指这个东西 在我们得到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因素 它的贡献之后呢 我们来对它进行 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在现实角度来看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 在我们前面 讲明的三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 正确的更实 和估计这些因素 对增长的贡献和影响 对于理解和认识 现实的经济增长 和制定促进 经济增长的政策 是十关重要的吧 只有知道哪些因素 能够影响我们经济增长 才能够什么 针对性的制定 增长的政策 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首先遇到的问题 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类 丹利森呢 将经济增长分类为两大类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 经济增长是劳动 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 其中土地呢 又可以看成不变的 其他是可变的 那么关于生产要素生产率 丹利森将其看作是 产量和投入量之比 即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 相应的呢 关于生产率 他们就认为 生产要素生产率 主要取决为资源配置状况 规模经济知识进展 具体而言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呢 就可以分为劳动 资本存量规模 资源配置状况 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 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其中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 知识进展这个概念 听起来是跟知识有关嘛 好像是跟我们 内生产产理论 有着相联系的一套观点 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最重要的正常率 丹利森所说的知识进展 包括范围很广 主要是 关于物品具体性质 和如何具体制造组合 以及使用它们的知识 其实也是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主要是什么 对于物体的认识 对于世界的认识 以及使用 制造组合 以及使用 这些物体的一些知识 他认为 技术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明显的 但是只把生产率的增长 看的大部分 是采用新的技术 和评 和知识的结果是错误的 他强调 管理知识的重要性 所谓的管理知识 就是广义的 管理技术和企业 组织方面的知识 管理和组织 知识方面的进步 管理和组织 知识方面的进步 更可能降低生产成本 增加国民收入 因此他们要对 国民收入的贡献 比改善物品特性 物品物理特性 和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影响更大 比如说我们的公司治理 我们怎么去治理公司 我们怎么去管理一家企业 这些都是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管理知识 管理技术 我们通过什么 通过学习这些管理技术 管理知识 能够什么 能够对我们企业的经营 企业的生产 带来什么 带来效率上的提高 而这种效率的提高 他认为是比改善 物品的物理特性 我们什么 比如说我们改善这个机器 让它效率更高 这种影响要更大 从而他的观点是什么 管理知识 好 那讲到这 我们本章的一些主要知识点 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书中涉及到的一些 相关的概念 这概念比较少 这一章 更多的是具体的一些 模型的一些推导 和经济学意义的表达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主要就列了这几个 关键的是 对于资本深化 和资本广化 这个知识点 你要理解它背后的 经济学含义 好 那么相应的呢 我们列出了这一张 所讲的主要的 这个知识的结构图 我们主要是讲了两个理论 一个新古典增长理论 一个是内生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里边 我们主要从有和没有 技术进步的 新古典增长模型入手 去求得他们各自的 基本方程 然后得到 对于他们稳态的 条件的表述 针对这个稳态 我们要研究 三个问题 一个是稳态时的增长率问题 一个是对收入差异的 问题的解释 一切是对增长率 差异的解释 其中增长率差异 与我们这里的 稳态的增长率 它们之间是有着一个什么 是有着一个 是否处在稳态 这样一个差别 对增长率这里的 差异的解释 是讲什么 是讲你对增长 你对稳态的增长率的 或者你对稳态资本 存在的偏离的增长率 而这里稳态时的增长率呢 就是你的这个 稳态时的增长率 它由什么 外生的A来决定吧 它等于这个 而这里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注意啊 这里不是这个关系 是对着它 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我们从储蓄率变动 和人口增长率变动 两个角度入手 去论述 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并且呢 储蓄率的变动 还包括了 什么 针对储蓄率的变动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 资本黄金的水平 它衡量了 我们储蓄率 背后所体现的一个 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经济 要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储蓄率 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这个储蓄率 就是要为了实现 我们消费的最大化 相应的k呢 就被称为资本的 黄金的水平 这个呢 就是我们基于 新古典增长理论 所提出的一系列 关键的一个 判断或者分析 相应 最后呢 我们又根据 新古典增长模型 对它进行一个发展批判 诞生的 内生正当理论 对于内生正当理论 我们主要就论述了 两个基本模型 ak模型和两部门模型吧 分别描述了一个 这个ak模型 我们描述了 这个边界报酬不变的 生产元素 如何决定了 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条件下 我们稳态的 这个产量也能够 稳定的增长的一个情况 而两部门模型呢 则是更加详细的去告诉我们 经济中 我们技术进步 这个东西 是如何在一个 经济内生的决定的 它将我们这个 它将我们技术进步 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大学的一种产出 从而是由什么 由经济的这个内生决定吧 大学部门内生决定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知识的一个结构图 希望同学们能课后呢 主要就去分析 我们新古典增长模型里边 我们这两个式子背后 它所体现的经济学含义 以及什么 对于收入差异的解释 增长率的解释 这两个问题的解答 而资本的黄金率水平呢 更多的是出一些计算题 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和增长率的解释 更多的是对于什么 更多的是考察 大家对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使用 能否利用这个新古典增长模型 去解释 我们各个国家 收入差异的不同 一些国家有钱 一些国家贫穷 去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 它增长速度快 此外呢 还有考察内生这张理论 大家要明确地知道 内生这张理论背后 所体现的一个什么 一个将知识看作资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理论 这套理论模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一张 所主要要重视的几个内容 那到这里呢 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